清朝雍正年间 隶属海州府的树阳县城 地处徐州、海州、淮阴三府的三角中心 水路交通十分方便 难来北往的商谷游客 络绎不绝 各种生意买卖十分兴隆 是个富庶之县 居民百姓多是殷实之户 小康人家 树阳城北通往海州府的关道旁 不远处有一流利亭 亭中建一八角流利井 这井河亭皆是树阳城富户筹建成 供人们观赏游玩 因而成为当地一井 后有一封汗掉入此井溺水身亡 人们因忌讳就来得少了 这天清晨 一群志童前往亭中游玩 有个叫铁牛的孩子刚进入亭中 立刻惊得大喊大叫起来 附近的人们听到呼叫声 纷纷前来看个究竟 只见亭中青石板上血迹斑板 连流利井边上都有血迹 有人伸头朝井里一望 顿时大叫道 井中有雾 人们赶紧喊来地方里正车三 车三见自己的辖区出了事 连忙来到流利亭中 像模像样地背着手左右前后观看一会 随即又来到井边 俯身朝井里张望 他看出井下是个头朝下脚朝上的人 不由地心中着了慌 全没了刚才的斯文样 指手画脚地叫人找来两根绳子 用一根绳子吊着一个胆大的壮年汉子 下到井中 细住井内之人的脚脖子 先将壮汉拽上井来 众人又合力将井内人拽了上来 一看 是一个和尚的尸体 车三见出了命案 连忙告诉大家不许乱动 着人看好和尚尸体 自己撒开两腿 兔子似的往线哑跑 时过不久 树阳县令华大人带领牙弈武座来到现场 驱开围观的人群 华大人叫武座上前验看 武座走进尸体仔细查看 见和尚后心被利刃戳了一刀 其他地方没有伤痕 显然是被他人所杀 华大人摞着胡须上前观看一番 一双大眼溜溜地转动着 忽然他眼前一亮 不由地抬眼罗须 傲视前方 黑黑地笑道 这是一桩涂财害命案 本官已经断出了凶手 众人见华大人眨眼间 就断出了杀人害命的凶手 各个佩服的五体投地 车三赶紧周妹地说道 大人真是英明神断 有人问道 请问大人 凶手在哪儿 华大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故意隐而不发地说道 你们且看此人是谁 是个和尚 这就对了 他既是和尚 应该穿什么 袈裟 越说越对 你们看这和尚穿的是什么 众人这才仔细一瞧 那和尚竟穿着一身粗布俗衣 人们马上会议了 泽泽称赞华大人明察秋毫 破案如神 听了人们的夸赞 华大人心中像喝了蜜似的 只见他得意地喝道 来呀 准备好 我现在就要当场查出杀人凶手 照华大人的吩咐 围观的人们排成了两行 站在亭子前面 李正车三清了清嗓子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 华大人叫你们协助破案 每个人上前辨认一下 认识而瞒着不报的最佳一等 围观的人们战战兢兢地 依次上前辨认衣物 结果一个个都摇头说不认识 车三级的头上直冒虚汗 华大人心里也暗暗着急 但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沉稳地坐在流利景景台上 这时轮到一个老妇人上前辨认 她仔细地望了望那身衣物 嘴唇动了动 愣正了一下 车三见状立刻逼问道 陶大娘 你要说真话 知情不报罪加一等 陶大娘紧张地说道 我不认识 不不 好像眼熟 华大人立刻上前说道 老妇人 不要急 慢慢想想 陶大娘只得又认真地 看了一遍说道 这一副好像是临人陪老伯的 尖头上这块补丁是他请我缝的 华大人得意地说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找到了凶手 来人 将那姓陪的带到公堂厅审 两名捕快答应一声 直奔陪家而去 华大人对车三说道 暂将和尚尸体收敛 听后发落 车三泄了重担 满心欢喜地答应一声 连忙前去办理 其余的差异人等 簇拥着华大人返回衙门 陪老伯名叫陪安和 老伴早逝 与儿子陪慧之相依为命 家住树阳往徐州府的官道旁 父子俩靠炸油条卖豆浆为生 他们每日礼三更天就起床 磨豆浆烧好 然后再捏面粉炸油条 正赶上人们起床吃早点 这会儿父子俩以卖光豆浆炸完油条 正收拾用具 两名捕快来到他家 不由分说里外搜查起来 最后竟查出一件新婚嫁衣 两名捕快黑黑冷笑一声 锁上陪家父子 连同那件新嫁衣一起带到县衙 华大人见犯人带到 立即声唐问案 他一拍金唐木喝道 那个和尚可是你们杀的 回大人的话 小民不敢 大胆刁民 还敢抵赖 本官问你 那和尚身上的衣服从何而来 是小民所赠 真是不打自招 你因和赠他衣物 快快从始讲来 是 裴安和便从头讲述起来 五天前的三更天 裴家父子便起床忙活 呼听得外面有人拍门 裴老汉打开门一看 见门外站着一对 文静柔弱的青年男女 说要买些早点冲击 裴老汉连忙客气地 让他们进屋 端来热气腾腾的豆浆 和刚炸好的油条 两人便大口吃喝起来 两人吃喝完毕 那姑娘羞涩地说 她是城北竹园外的小女儿秋枝 与未婚夫蓝袖菜欲往徐州府投亲 身上旺带银两 无钱付账 请老伯赞计账上日后奉还 裴老汉本是个古道热肠之人 听姑娘说无钱付账 不由起了怜悯之心 连说无妨 又拿出自家十两文银 说是借给他们做盘产 又将自家的一头毛驴借给他们做脚力 秋枝和蓝袖采千恩万谢败别而去 谁知时辰不长 又有一人来到陪家 陪老伯一看此人是个粗壮和尚 身上不见袈裟 却穿着一件新婚嫁衣 那和尚见陪老汉惊仪不定的神色 便说自己是树城南安寺的和尚 深夜访有归途中遇上歹人 被截去银两衣物 无奈只得偷了一件新嫁衣来遮体 陪老汉心眼厚道信以为真 便端来油条豆浆 让和尚吃了鸭精 和尚一口气吃下数根油条 喝完两碗豆浆 方才丢下碗筷 陪老汉说和尚穿嫁衣不伦不类 肯定招人笑话 就找来自己的一身粗布衣服 让和尚换了 那和尚谢过老汉便匆匆离去 不知怎的被害在八角流利井中 听了陪老汉的叙述 华大人也不说对与不对 倒是那个竹缘外的名字 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吩咐暂将陪家父子压下去 又抛下牌签 命捕快立即将竹缘外 带到二堂相见 这个竹缘外是树阳城有名的父户 生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春枝嫁给城中一副商 二女儿叫秋枝 他见捕快前来传他 不由地心中一争 起身到后堂去收拾一下 忐忑不安地随捕快来到县衙二堂 华大人刺了座 担刀直入地说道 府上小千金近日可好 竹缘外听了一愣 但很快恢复常态 拱拱手打道 禀大人 小女近日不幸身亡 四天前棺木已经安葬入土 华大人见与裴老汉叙述有出入 心中暗喜 知道敲山镇湖起了作用 便手罗胡须笑道 竹缘外怕是言不由衷吧 其中引擎本官已略知一二也 竹缘外见华大人聚聚紧逼 又不知他知道多少隐情 怕自己越说越露线 便慌忙站起身 掏出一张纸放在华大人面前说道 薄礼不成敬意 还请大人担待 华大人瞟了一眼 那是张两百两的银票 便不动声色地说道 这两百两文银能买得一条人命 了结一场官司 竹缘外连连擦着头上的虚汗 又掏出三百两银票 抢装笑脸地说道 请大人物见怪 华大人这才面露笑容道 既然竹缘外肯破费 那就没你的事了 请回吧 华大人重新升堂问案 差一押出裴家父子跪在堂下 华大人一拍金堂木喝道 本官已经查访明白 竹缘外小女秋之姑娘不幸身亡 官木已于四天前入土 此事路人皆知 哪来的私奔之说 与被杀和尚更无瓜葛 分明是你们父子 见那和尚有些财物 便陡生歹念 徒财害命 气势入井 却又编造谎言蒙骗本官 实乃雕丸之极 看来是不打不招 来人 大行伺候 裴家父子连呼冤枉 直被打得皮开肉绽 死去活来 最后父子俩被打糊涂了 当堂承认害死了和尚 华大人叫人露了口供化了鸭 案件上报海州府 然后将裴家父子押入死牢 待等批文一道 立即开刀问斩 海州知府魏哲智接到树阳县报来的案卷 越看觉得疑点越多 那和尚深夜在外干什么 新嫁衣在何处偷得的 裴家父子涂他何财 赃物在哪 杀人凶器又在何处 为了弄清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魏大人立即带人来到树阳县住下 将这些疑点询问华县令 结果却是一问三不知 魏大人立即声唐问案 从死牢中提出裴家父子重新审问 裴家父子又将发生的事情哭诉一遍 请魏大人为他们申冤作主 魏大人听了微微点头 吩咐将裴家父子去掉重刑好生照应 又派出两名捕快到裴家监后 如遇还银送驴之人立即带到县衙 魏大人又叫华县令及一般差役 随他一同前往刘力亭现场勘察 周县衙们一行人来到刘力亭查看一番 魏大人指着井口说道 可曾派人下去打捞过 华县令连忙摇摇头 魏大人当即叫差役吊干井中污水 派人下去寻找 不一会摸上来一把正量的杀猪刀 魏大人望了望刀子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这把杀猪刀就是杀死和尚的凶器了 想那裴家父子乃一普通人家 哪来的杀猪刀 在场的差役都信服地点着头 魏大人转而又问李正车三 附近可有屠夫 车三慌忙答道 有有 离此不远有个新屠夫 魏大人一声吩咐 前头带路 去看个究竟 不一阵子众人来到新屠夫家 只见三间茅屋 房门紧闭 车三问附近人家 皆说已经好些天不见新屠夫夫妻 魏大人当即判断 新屠夫是杀人元凶 杀人后已经畏罪潜逃 当下叫车三打开房门 只见屋里凌乱不堪 没有一样贵重物品 杂物上已击灰尘 显然主人已经邪物潜逃了 经魏大人这么一查一看 此案有了明显转机 杀人凶犯不是裴家父子 而是负罪在逃的新屠夫 新屠夫为何杀死和尚 魏大人决心把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因此暂不回府 就在县衙里请人描绘新屠夫影像 连同公文送到附近周县 请他们协助缉拿新屠夫归案 过上两天 守候在裴家附近的补块 果然将前来还驴还银的蓝秀才 带到县衙 魏大人便在二堂召见蓝秀才 询问他们因何双方私奔 蓝秀才毫不隐瞒地讲出事情原委 原来竹缘外与蓝秀才之父是默逆之交 蓝家也很富有 两家早就讲好结为亲家 将小女儿秋枝许配给蓝秀才 后来蓝家家道败落 父母双亡 只剩蓝秀才一人 生活凄苦 竹缘外生了悔亲之意 另将秋枝许配给商门大户弟子 并已为他备好嫁衣 准备出格 秋枝姑娘不但美貌贤淑 而且是个身名大义的女子 她虽知蓝家败落 但不嫌贫爱抚 致死不从另嫁他人 终日哭哭啼啼茶饭不思 身边丫鬟玉香 十分同情小姐的遭遇 便暗中约来蓝秀才 怂恿她带着小姐私奔而去 蓝秀才在树阳城别无亲戚 秋枝姑娘便带着蓝秀才 深夜投奔姐姐春枝家 春枝家中亮着灯 可是无论秋枝怎么叫喊 就是不开门收留 夜蓝更深 一对文弱男女被拒之门外 呼天不应 叫地不灵 相依而起 无可奈何 这时蓝秀才猛然想起 自己有个旧父在徐州府居住 就欲与秋枝前往投奔 他们路过陪家父子住处 饥饿男人 便敲门吃点早点 未曾想遇上好人 借银借驴供他们上路 如今蓝秀才将秋枝姑娘 安顿在徐州旧父家 自己则骑驴携银前来奉还谢恩 想不到恩公尽遭不测 锒当入狱 被定成死罪 听完蓝秀才的叙述 魏大人眼前一亮 他已觉察到暗中另有隐情 思索一番后 便在蓝秀才耳边说了几句 蓝秀才败别而去 不几日 又传来了好消息 派往连水的一组牙役 将新屠夫夫妇捉回树阳县牙 魏大人当即开堂审问 新屠夫倒也痛快 供出了杀人经过 那天清晨新屠夫正在杀猪 他的妻子周二花到琉璃亭旁小姐 刚刚站起身 猛地扑上来一个和尚 搂住周二花欲行兼银 周二花乃良家女子 剑状吓得大叫起来 新屠夫听到妻子喊声 连忙持刀跑过来 见一个和尚如此作为 不由地怒火中烧 上前就是一刀 那和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新屠夫见出了命案 又见四下无人 便抱起和尚 连同那把杀猪刀一起投入井中 然后拉起吓愣了的周二花回到家里 收拾些值钱物件 逃往连水境内落脚谋生 想不到这么快就被捉拿归案 此案真正杀人凶犯已经击捕归案 魏大人觉得该是弄清和尚 深夜外出 嫁衣合来等一团的时候了 于是派差一传来 竹园外在二堂相见 竹园外心神不定地来到县衙二堂 魏大人当头问道 竹园外 你可知本府为啥在二堂传你 竹园外听了心中一喜 连忙从怀中掏出一纸线上道 请府台大人过目 魏大人抬眼见识一张五千两的银票 便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怀中是不是还有一张 竹园外又掏出一张五千两银票地上 坐在一旁的华大人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心中不知是啥滋味 魏大人将两张银票叠在一起拢进袖中 面线满意之色 接着顺手打开桌上的一个包袱 拿出一件红嫁衣说道 竹园外 这可是你家之物 竹园外一瞧 脸色历时大变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魏大人玩耳一笑 继续说道 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软 此时只有我们三人 你就把详情说出来 也好脱了干系 让此案有个了结 难言之处我们保证为你守密 竹园外没了退步 只好红着脸说道 既然大人已经明察 我也不顾这老脸皮了 那晚小女私奔 我想她必是投往齐姐春之家 便带人来到大女儿家 叫门不开 只得撞开屋门 方知女婿外出经商未归 却见春之披头散发 神色慌张地靠在大柜上 说秋之刚才确实来过 已经逃走了 我断定她是红我 必将秋之藏在大柜中 不由分说将她拉下来 命人将大柜抬至家中 哪只打开大柜 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和尚 死在柜中 当时我气得差点晕过去 大女偷汉 而且偷的是个和尚 加上二女私奔 传出去岂不被人笑话 况且人命关天 干系重大 得想个万全之策 我左盘右算 便拿来小女嫁衣给和尚穿上 将和尚尸体放在铺上 贴上蒙连纸冒充小女 并放风说小女自意身亡 准备第二天下葬 以遮人耳目 等清晨来练和尚 谁知不见和尚踪迹 只得将空冠安葬下地 魏大人呕了一声说道 想那和尚必是一时憋气而亡 后苏醒过来慌忙逃走 先遇到裴家父子 后又遇调戏周二花 被新屠夫怒而杀之 这才出了血染琉璃井的命案 竹园外长出一口气说道 原来那和尚先是假死 后来才被杀 我也脱了干系 华大人想想自己只是为了 敲取竹园外银两 却冤枉陪家父子 驱打成招草兼人命 真是又羞又愧 此时 他尴尬地站在那 浑身不自在 觉得插话也不好 只得敷衍地点着头 鼓敲三通 裸打三变 魏大人升堂结案 三班牙役立在公堂两旁 一干人等全都带至堂上 堂威过后 魏大人一拍荆堂木叛道 和尚品行恶劣 死有余辜 陪家父子鼓道热肠 诚实可嘉 所受不白之冤 当堂洗清 无罪释放回家 奖励文银三百两作为养伤之用 新屠夫怒而杀人 事出有因 无罪释放 魏大人神采奕奕地站了起来 从秀中拿出两张银票 杨了杨说道 树杨献首付竹园外 自愿出银一万两新修水利 其一举载入县市 树杯送杨 堂下一片赞扬声 魏大人又对愣在一旁的竹园外说 你可想小女秋之姑娘 竹园外面露悲色 想是想 只可惜 魏大人哈哈大笑 竹园外慷慨出资造福百姓 有功有德 生还你一个女儿 严霸拍手三下 顿时从屏风后走出秋之姑娘和蓝秀才 双双上前任父 竹园外建魏大人不但保住自己的面子 只字未提大女与和尚私通之事 而且替自己找回小女 除了自己一块心病 真是又惊又喜 老泪纵横 魏大人对蓝秀才说道 你既已带回秋之 本府替你做主 到竹家做上门女婿 蓝秀才与秋之连忙跪下谢恩 魏大人又对正在一旁的华大人说道 你草菅人命 贪赃枉法 等着查办吧 听完魏大人的审判 堂下一片欢呼声 请按赞 订阅一下 请慢看